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另外一位嘉宾 那现在请他和大家打一下招呼 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我叫Eric 我姓雷 我是奥克兰市中心的警官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季节呢 应该是我们的警方的最忙的时间 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呢 Eric能参加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来和大家一起来谈论交通安全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 已经谈了一些关于相关的交通安全问题 也做了其他方面的话题 包括道路行人道路安全呢 酒驾等啊 这样的话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的话题呢 就是关于年轻的驾驶者和超速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请李警官跟我们谈一下 那在新西兰什么样的什么年龄段的驾驶者 才算是年轻的驾驶者呢 在新西兰的话呢 它是从16岁你可以考驾到为止 到24岁这个范围 我们是定义为年轻驾驶者 那我们可以看到16到24岁的这个年龄的驾驶者 应该说是一个跨度很大的年龄段 那我们之前呢 我们在看到的一份交通部的报告当中呢 也提下了一个很突出的数字 对于这个这个年龄段的驾驶者 那他也说明了很很多问题 那么我现在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数字 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呢 在16到24岁的驾驶者相关的交通事故中呢 有122起呢 死亡事故 那么640起呢 严重伤害的事故 那3413起呢 轻微的伤害事故 那在122起呢 死亡事故当中呢 16到24岁的驾驶者负主要责任的有104起 那么497起呢 是负有严重的伤害呢 是由于他们负主要的责任 那2613起的轻微伤害的交通事故当中呢 那年轻的驾驶者呢 是负有主要的责任 那么这些 所有的这些交通事故呢 共导致了128人死亡 那705人呢 受到严重伤害 那3705人呢 受到轻微的伤害 在这些年轻的驾驶者负主要责任的事故当中呢 产生的社会成本是10亿5000万 这占了全部伤害事故的社会成本的呢 30% 那么报告的图表当中呢 也显示了 我们现在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的是 16到19岁男性驾驶者呢 比同样的男性驾驶者 在55岁至59岁驾驶者的交通肇事几率呢 要高出10倍 那15岁至19岁驾驶者呢 比同年龄段男性肇事者呢 几率要低 但是也要比55岁至59岁的女性驾驶者的肇事几率呢 要高出7倍 那我们看到20至24岁这个年龄段的驾驶者呢 要比同性的55岁至59岁年龄段的驾驶者呢 要高出3到5倍 那报告中还指出呢 从08年到10年呢 15岁至24岁驾驶者呢 相关致命交通事故当中呢 74%是男性 那70%的严重伤害交通事故呢 也是男性 62%的轻微伤害交通事故呢 也是由男性的驾驶者造成的 那么36%的死亡交通事故中涉及到 至少涉及到一名15至24岁的驾驶者 报告中还指出呢 15至24岁乘车者呢 在交通事故中呢 死亡率也是相当的高 那这里要指出的是 不只是个驾车的 这个年龄段的驾车者 还有是他们乘坐的 乘坐他们开的车的人 那在08到10年间呢 75%的乘车者呢 在这样的事故中呢 死亡率也是非常的高 那这些事故的死亡数字呢 都体现了 这个年龄段的驾驶者呢 是交通事故的高危人群 那不光是因为他们是 交通事故的处罚者 那也是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的受害者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或哪些因素 会使年轻人的驾驶者 卷入这些交通事故当中呢 可否请林警官跟我们来谈一谈 这方面的经验 通常呢 驾驶者这么年轻是因为他们经验不足 然后再加上同财县里有时候会喝点酒开车 那其实这些东西是现在的法律是禁止的 在20岁以下是不准喝任何酒的 当你要开车的时候 它的酒精的容忍度是零 嗯 那再加上可能 呃 对开车来讲并不是那么熟悉 那不专心的状态下 很有可能就造成事故 嗯 我们看到这个年龄段的呃 开车者也是非常喜欢超速的一个人群是吧 通常来讲是这样子的 因为年轻人比较不会去控制他开车的速度 因为他有时候可能聊天啊听音乐什么的 自然而然就忘记了他速度的限制在哪里 不像说我们成年人开车久了以后 习惯的就已经知道那个速度也不用去看 你就大概知道自己开多少 嗯 您的工作中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像我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一个洋人的年轻小伙子 他 他爸爸刚刚给他买了辆新的跑车 那他买了跑车以后呢 嗯 去试车 然后 在 Key Street那个海边的公路上直线道路上呢 超速到一百多公里 哎呦 我们知道那个Key Street应该是 速速是五十公里 是的 哦 都开到一百多公里 对 哦 然后刚好很巧的我经过被我的雷达扫到 嗯 那我就追车停下来 他被起诉 现在正掉下载道当中 哦 那还好他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或者是交通事故 对 嗯 但是我们知道在很多的这些数字当中 反映出很多的交通事故 是导致非常严重的人员和财产伤亡 那么就是说您的工作当中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案例吗 有曾经有几次我处理过类似这样子的车祸 那就是因为就是刚来这边的年轻驾驶者对这边的道路状况并不了解 嗯 那他是在Ponsonby那边发生了车祸 从小路开出来 他没有看清楚那个指标是stop sign 嗯 他就直接等着冲出来完全刹车都没踩 然后就撞到了主路上正在行进的车辆 然后一时惊慌之下他没有踩刹车反而踩油门 哦 所以连续连环锥撞大概五台车 哎呦 那有造成人员伤亡吗 有其中在车上的驾驶者的两个朋友 受重伤 颈椎跟腰受伤 然后送医院 哦 那驾驶者本人看来也是受了很严重的伤 驾驶者本人有脑震荡 但是他的伤势没有他的朋友重 哦 那我们呃 在叫这样年轻者的叫呃 高发的人群当中 呃 高发的时间段有什么特点吗 通常是在晚上十点以后 因为这个时段通常是吃完饭了以后 然后年轻人喝点小酒之类的 嗯 那注意力就下降了 嗯 再加上晚上比较空旷 所以车速自然然会快起来 那酒精加车速就很容易造成事故 嗯 那我们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都是说一到周末的时候 路上会看到很多疯狂开车的人 那我想也可能都是这些比较年轻的人 对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一组 嗯 那就也就是说在周末的时候 呃 这样发发生发生的这种事的几率会非常高 是吧 是的会比平常更高一点 哦 那警方在这个阶段有做过什么样的措施吗 比如说尽量的避免和减少年轻人在这方面 呃 喝酒啊 比如说或者利用一些呃 其他的违禁药品啊 或者是超速的这样的这样的办法 有我们会不定期的在City 或是各主要交通道路上 说做路上酒精测验 嗯 那因为我们有嗯 各种不同的安排 那希望就是驾驶者看到我们的车的这个路障 他自然而然会心里会自己提醒自己要小心之类的 嗯 那进而来减少事故的发生 好的 那谢谢林警官呃给我们的介绍 那我们这张图表呢 看到的就是说 呃 我们所有的这个造势当中呢 呃 轻微的伤害和严重的伤害 包括呃 致命的伤害呢 年轻的驾驶者呢 在这当中呢 都占了很高的比率 那么 不同的颜色呢 这上面代表了不同的年龄段 比如说呃 15到19岁和20到24岁之间的呃 驾驶者呢 都是呃 造势率的高画期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从201年10年的报告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说15岁呃 是一个合法的驾驶年龄 那我也知道考驾照的年龄呢 已经从15岁赶到了16岁 那我想警方呃 在国家在制定政策方面呢 把这个政策提高到16岁 也是能尽量的减少年轻者的呃 造势呃造势的几率 这些报告中的数字呢 给我们也很大的震惊 那么我们也想奉劝各位的呃 那年轻的驾驶者呢 那希望他们呢 能够呃 尊重自己的生命 那减速 那么在尽量的保持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下 也能保留其他人的安全 呃 谢谢大家 那我们广告之后呢 继续和大家聊下面的话题